一通穿越30年的电话 让一对父子又得以联系 并且改变历史 让以世之人复活过来 故事一开始是这样的 约翰的父亲 在他6岁的时候 因一场火灾中救人去世 30年后 约翰成为了一名警察 一天约翰回到家 因为和女友闹矛盾 不得已分手了 带了品酒来到外面消愁 隐约听到什么声音 回到家发现戈顿带着儿子来串门 他想邀请约翰去钓鱼 让儿子去储物柜找找鱼竿 结果翻出了小时候的一台无线电 和哥顿一通操作没啥反应 随后就被妻子叫了回去 约翰翻阅着30年前的旧新闻 看着照片上的父亲 他脸上浮现惋惜之情 突然无线电接收到了信号 约翰前来查看 居然和30年前的父亲通话 可两人都不知道对方是谁 聊到棒球赛队员 父亲说 这个队的第一场比赛永远都不会输 可已经知道结局的约翰 自然觉得不对劲 此时信号突然中断 他陷入困惑 约翰来到工作地点 警方在事发现场发现三具尸体 准确来说是三具窟窿 在询问完邻居后 来到妈妈家里 马上要到父亲的忌日了 和母亲怀念起从前 晚上的时候 约翰又接到了父亲的来电 在一系列的对话中得知 原来对方就是自己的父亲 可父亲又怎么会相信这种事 起了争执 而无线电的信号也出问题了 约翰告诉他明天的一场火灾中 一定要换一条路走 不然他会死掉 紧接着信号完全断了 第二天真的发生了火灾 父亲来到现场救人 听闻楼上还有一名小女孩 他冲进了火场 找到小女孩后 想起约翰对他说的话 变选了看起来更危险的那条 就在此时 约翰脑中浮现了 一系列未出现的记忆画面 父亲活下来了 因为一台无线电 居然救了三十年前人的命 因为这通穿越时空的对话 让一切都改变了 父亲没有死于那场火灾 而是因为吸烟在二十年后肺癌过时 这让两人都十分兴奋 晚上想连上无线电告知约翰 可是却怎么也连不上 只好在桌子上刻下信息 约翰看见这条消息 连上了父亲的无线电 聊天中 约翰告诉父亲自己已经不打球了 而是当了警察 两人越聊越开心 仿佛两人是面对面一般 可是因为父亲在火灾中幸福 第二天见到了妈妈 历史被改变了 杀人魔盯上了他 女友也不认识他了 约翰拖着沉重的身体来到警局 发现因为救了父亲的原因 导致杀人魔事件被害人变多 妈妈也是其中之一 晚上在无线电找到父亲 她想阻止这一切 一个一个地救下这些女孩 让父亲去到每一个被害前的地点 来到酒吧里 父亲和这个女孩聊起来 正因如此第一个女孩获救了 约翰那里的档案也消失了 晚上无线电中 约翰和三十年前的一家人聊了天 告诉父亲第二个被害人位置 他在酒吧坐了许久 可就是因为这样 每次都出现在凶手事业中 阻碍了一切 他被凶手怀疑跟踪 直接打晕了他 拿出钱包带走了驾照 晚上回到家里 父亲告诉约翰这一切 约翰灵机一动 凶手碰过钱包一定有指纹 让父亲把钱包装起来放在隔板里 三十年后的约翰 通过父亲藏在隔板里的钱包 找到了凶手 居然是前警察老靴 穿越时空断命案 父子跨越时空 一起寻找跨越三十年的案子 因为约翰这边查出了凶手 他便开始出去寻找 在一个老人那里得知老靴位置 可约翰属世有些心急了 直接跑来跟老靴当面对峙 还挑衅了他 而另外一遍 父亲也出了事 因为之前在酒吧被拿走驾照 而警察在案发现场发现了 凶手带走的驾照 这让警察以为是父亲做的 父亲向沙智解释 是约翰在未来告诉了他一切 并把接下来球赛内容的说了出来 可不论是谁都不会相信这种话 直到沙智看到了球赛内容 年轻老靴来到警局 想要跟除约翰父亲 可被另外一个警察打断了 父亲用电线和水让老靴出电 触发烟雾报警后逃走了 来到老靴家里翻出证据 可不料这时他回来了 二人开始追逐起来 警察也发现了证据 老靴一路追着约翰父亲到码头 他早已埋伏在桥下 就等老靴过来 一把将老靴拉入水中 分毫不说扭打起来 一会后老靴没了动静 晚上警察开始打捞他 可是一直没发现尸体 原来老靴装死逃跑了 晚上十分 两边的老靴同时来到家中 袭击了不同时空的父子俩 父亲被锁在了扶手上 他用脚踢下工具盒 开了锁 找到枪响要解决老靴 没想到他居然挟持小约翰 老靴听见一旁无线电传来声响 转过头查看 妈妈顺势干扰了老靴 被压制住的约翰这边 老靴也听见响动 父亲一枪打掉他的手 约翰这边的老靴手也开始逐渐消失 房间的布局也开始变化 紧接着一声枪响 他们相拥起来 时间是令人敬畏的 时间也是最神秘的 也是可以改变一切东西的